我相信目前还是有不少的朋友在等待这个 X50交到自己的手上 可是实际上 Proton 除了在忙于 增产这个 X50 SUV 之外 他们也在筹备着另外一款新车 这款新车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四门房车车型 它叫做 X50 S 是新加坡的 S 那么这款四门房车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而且为什么我们会说这款车即将推出呢? 接下来我们就会带大家去看一看这款车的秘密 其实在2020年初 这一个 Proton S70 的本地版本下线活动上面 吉利跟 Proton 的高层就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面宣布了这个消息 就是他们的下一款新车会是一款四门房车 可是比较特别的是那个活动呢 在场的媒体都是来自中国的 马来西亚的媒体并没有在活动里面 所以我们当时是不知道这个消息的 只是后来因为中国的媒体爆料我们才知道 这些 Proton 已经invite了一些 S50 的车主去看这台车 而在这个预览活动他们看到的其实就是量产版的 Proton S50 那么这个 Proton S50 是基于极力的什么车款打造呢? 它是基于全新一代的地豪 这款房车其实如果我们看它的车身尺码的话 它的车身尺码是 介于 C Segment 跟 B Segment 之间 所以我们很明显的看出它瞄准的市场是在哪里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这款新车采用的是 BMA 的平台 也就是说跟这个 X50 是一样的 所以它们共用生产线的话 必定可以帮助这个厂方呢 减少不少的时间以及成本 现在来插播一则广告 我们要介绍的就是这个 其实卖的 A500 S 不管你是买 前面镜头也好 还是你买前后镜头组都好 你都可以享有30块的折扣 只需要输入优惠码 Automacy 500 就行了 而且这一个 Dashcam 功能非常的强大 除了可以录制 2.7K 的视频之外 它还内建了 Aptask 的功能 也就是说这个 Dashcam 拥有主动安全配备哦 这一次的这个 Promotion 是从 11 月 23 号开始到 12 月 7 号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而且如果你正在看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按赞 然后分享 TEC 你的三个朋友 那么你将有机会可以获得两台 70Milk 的编辑式吸尘机 价值 189 块哦 除此之外 你只要在 Autotuyo 动卖 购买这个 70Milk A500 S 的 Dashcam 你也有机会获得这个 Auto2U 动卖 送出的 10 台车载吸尘机 千万不要错过两机 根据参与了这个预览会活动的人士表示呢 这个 X50 Sedan 跟这个 T 号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外观差异 它们最主要的差异点就是在前连的水箱护照 在 Proton 盘本采用的是 类似于 Mercedes-Benz 的这个 点撞式的星星格山 加上圆形的 Proton 藏灰 所以这个是它们外观上最大的细节 剩余的设计方面则是大同小异 包括了全 LED 的头灯组 全 LED 的尾灯组 带 3D 显示效果 所以这款车是比较成熟稳重的 和目前市场上的日系 B-Segment 相比呢 它是会稍微成熟一点 而不是主打运动型 在内装的部分 但这个 S50 的 Sedan 也是跟这个 D 毫几乎一模一样 主要的差异就是方向盘从左边 变成了右边 同样的主打高质感设计 同样也会支援最新版本的 GK UI 所以它的这个语音控制系统会变得更智能 功能也变得更强大 在这里要说一个故事 就是在之前有不少的消息指出 其实 Proton 的 Sedan 会是宾锐 而且其实根据我们向原厂的一些工程师了解呢 一开始的故事确实是这样的 只是因为当时在原厂确定要引进冰锐的时候 D豪的计划也刚刚开始 原厂认为如果在D豪上面直接开发左右价的版本 会比起在这个冰锐上面开发多一个右价版本来得更节省成本 所以他们才会把这个计划从原本的冰锐更换去D豪 事实上 冰锐曾经有机会要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才被取消 而且 Proton 本身关于这个冰锐的研发部门 其实事实上是已经成立的 但是之后因为这个计划的取消所以就不了了之 所以我们目前非常肯定的是 新的 Proton Sedan 不会是宾锐 而是全新的地豪 虽然说内装的设计是差不多的 但是他们跟这个 X50 SUV 还是有同样的做法 就是中国版本有的配备 我们没有 我们有的配备 中国版本未必会有 例如说 这个 X50 的 SUV 中国版本有的氛围灯设计在马来西亚没有 但是我们多了这个后座的冷气出风口 而这个 X50 的 Sedan 也是一样 在中国的版本他们配置的电动作业调整 可是马来西亚并没有这个配置 但是呢在这个D豪上面的氛围灯设计 则是会保留到马来西亚的版本上面 除此之外 马来西亚版本还会有天窗 跟这个 Artax 的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而它的配备跟这个 X50 SUV 是一模一样的 也就是拥有 Level 2 的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这套系统包含了 Dai Stop & Go 的主动式定速巡航 自动紧急刹车 远近光灯自动调整 车道维持辅助等等 所以说在这个集聚中 它还是拥有非常有竞争力的配备 接下来要讲的就是这两款车的最大差异 也就是引擎 目前在中国版本的第四代第豪 采用的是1.5L 的直列四缸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是115PS 峰值扭力147Nm 匹配的是 CPT 变速箱 但是在马来西亚市场 巨席并不会采用这个引擎配置 而是采用在本地生产的 多点喷射涡轮增压引擎 也就是 X50 Standard XZ 跟 Premium 采用的那一具 最大马力表现是150PS 峰值扭力表现 226Nm 匹配七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的话 那么马来西亚版本的这个引擎动力就会比中国好很多 而且这还不是全部 据悉在顶级的版本上面 Proton 还会提供 混合动力的选项 也就是说 这款车很有可能成为 Proton 成立以来 第一款混合动力车型 但是我们预计它并不会采用 这个 PHEV 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 而是采用成本更低的 48V 轻度 混合动力系统 除此之外 在这个预览会上面 Proton 还有给大家一个选项就是 如果这个车有 EV 的版本 你们会不会选择它呢? 所以相信 Proton 有可能正在考虑 引进这个 S50 的 纯电动版本 最后还是根据参与这个 预览会的朋友表示的消息 当时原厂有表示 这款车的售价可能是从 7万令吉起跳 顶级版大概是 8万5千令吉左右 所以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出它瞄准的是 Vios 还有 City 的市场 不过暂时而言我们还不知道 这款车的详细上市时间 因为根据我们向原厂的了解 原厂目前的专注力 是在明年第一季度发布的 S70 小改款上面 至于这个 S50 Sedan 会在什么时候发布 我个人预计最快最快也要等到2022年的上半年 因为目前原厂还是面临非常多的问题 例如说这个芯片短缺 还有这个 S50 X50 的产能受到限制 如果原厂没有办法解决这一步的问题的话 那么下一步的新车也就没有办法发布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 S50 Sedan 有什么看法 你们觉得它会不会整整在2022年内发布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这个爆料视频啦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也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好啦 我们这一期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Cスタ tip Aaron 这是我的内容 3个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